歡迎大家收看放眼馬世界論戰系列 這個星期六我們會去到澳洲越洋直播 藍鑽石錦標賽馬的六場賽事來香港 這次的越洋賽事有三場的一級賽 主題賽事是藍鑽石錦標 另外還有未來錦標和鴨利盾 總共三項一級賽舉行 今集的節目我們會圍繞主題賽事 藍鑽石錦標和未來錦標 講解這兩場賽事的形勢 節目開始之前當然要介紹我兩位拍拖 豪仔 駱永豪 豬仔 朱鎮輝 大家好 第一節我們會先講藍鑽石錦標 藍鑽石錦標是澳洲其中一項 最高獎金的兩歲馬賽 在巧菲德馬場舉行 巧菲德馬場賽道比較特別 1200米的賽道形勢 真的與別不同 也難度挺高 尤其是兩歲馬 如果有這個場地經驗 估之然會好 可惜不是每一隻都會有 但話說回頭 現在播放多了越洋直播賽事 我想很多觀眾都會認得或記得 巧菲德馬場是怎樣的 巧菲德馬場 我們看到這麼多之後 都覺得它不是一個很麻煩的賽道 應該是比較奇怪的 奇怪的是場地是三角形的 還有1200米的直路和轉入直路前的比例 是挺特別的 我們先看看賽道圖 1200米這個路程 其實大家都記得 剛才豪哥也說了 三角形的 但是三角形是哪一邊較長 原來1200米的起步點 在分支位上出來 經過一段也挺長的 一百多八百米的運動 才開始入彎 到最後350米的直路 即是早段的直路 比最後的直路還長 沒錯 所以因為早段的直路這麼長 排檔似乎未必影響那麼大 因為早段可以找到很多機會 可以賣籃或找遮擋等等 所以這場賽道出馬一向比較多 這次了 雖然到我們現在手上 推出了兩匹馬 仍然有14匹參戰馬 通常都是 我們說過藍鑽石錦標 因為之前有些預賽系列 對 傳統以來也是 貼馬一組 紅馬和腰馬一組 今年又如何 貼馬那組比較好 因為紅馬這邊比較好 其實也跟去年一樣 近幾年可以說 世界性的馬女的潮流好像比較好 今年這一組 亦都估計是 因為看一些時間 或者看一些馬贏出來的姿態 的確好像差很遠 其實你說對上那次 紅馬比貼馬好 已經是印度戰士那一年 即是水就會比較好 其實只是它一隻厲害 其實也是 你草下去跟著那些 都是好像… 海軍鬥水兵 沒錯 但去年神馬待發 到今年其實都是貼馬那組 是特別嚮嚮的 如果這樣的話 要計算一下 因為貼馬還要受養 如果你本身比紅馬 紅馬反過來就很吃虧 我們的確在預賽的時候 看到貼馬 在能力上 似乎… 我想有機會的那些 都比紅馬好 或者我們先看看 貼馬的一些賽積 好 先看這場較舊的選拔賽 這場是表列賽 這場是預測 贏了那種很有升級的味道 這是生命奇蹟 同場有一筆蒙賽居一起跑 那次是放在前面跑 但入直路後,他一衝就過了 是 扔了後方的馬 你看到就合格萬米 贏了三場就贏了 合格萬米贏了很多馬位 是另一場 這場是預賽,跑了千一 只是二月初跑 蒙賽居又在,負責帶頭 但貴湖城真的挺厲害 三、兩步就完成了 三、幾步就完成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也是第一次過來這邊跑 左轉也可以贏得那麼好 但比較起來 跑千一米這場 其實是三級賽 以級數來說 比生命奇蹟的那一場更高 即是那場蒙賽居二是跑第六 但接著跑三級賽 這場就是跑第二 即是這兩場賽事的水準 暫時還不可以從名字上決定 不僅如此,還要想一想 因為選拔賽的場合是一千米 而預賽是一千米 直至到藍鑽石 那裡是一千二 它是一百一百的 要考慮一下這件事 而之前從一千米到一千米 其實不是兩場畫 是他們打踏出的 有很多都不是這樣的例子 不過我們也看回頭 這隻生命奇蹟 一看,為何蓮馬斯和騎斯 好像那麼生年後 是… 其實他們本身是在南澳方面發展 騎斯和蓮馬斯都一樣 蓮馬斯很年輕 騎斯更年輕,仍是見習生的身分 本身也特意去檢查他們的記錄 他跑這一級賽 原來也跑過一次 在南澳那裡 不過當然不行 甚至你說他上次贏那場選拔賽 是第一次在考飛爾德馬場上陣 我會否有點擔心 這是老騎斯 其實我也覺得選拔賽那場是有點倫慎 因為生命奇蹟本來起步也挺快 但不知怎樣… 左扭右扭之下又落了 落了後面 入直路就飛了出去 然後衝上來 馬就肯定是很厲害的 所以在南澳那邊 是當這隻是星星 未來之星 不過這樣 他自己只是單槍匹馬 但我們剛才也說過 看到貴湖城 蒙賽居爾好像同彩伊 蒙古墨油獎 也有馬帶頭就有馬追 似乎陣形上安排就挺好 以一滴中會比較吃虧 估計也會是 因為人家有快有慢 其實這次的一檔 你說是好還是壞 我也很有保留 因為這場的南轉成錦標 一檔魚毛基礎 二十多年就沒有馬贏過 即是沒有漢棚 對 看這次又沒有機會突破 馬就很厲害 真的要看看濟魚 但斯洛敦又出了三匹 三匹馬的評價又是怎樣 我們先看看斯洛敦的訪問 frå是美麗 她很高的 她很高的 壹個交流 她很高的 我看過 她很高的 控制于或是 一旦 她很高的 她可以位置 她可以好 她剛好 但她自己到達了 dynamics 很高的 她可以 她可以 很高的 她有一點 她和一個 atsasio, you've been sort of learning I think along the way with this horse a bit. Yeah, been a bit surprised actually, she's got a great attitude, very quick and it's got the ability to relax as well which there again they're two good traits to have. Different filly to what Grilfi is, but certainly can't afford her work and she's going to be right in the race. What do you feel, the taking a sit on the horses is your best? Do you feel the horse is a better chaser than Alita? A better Stásio? Yeah. No she's got a good natural space,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negate that too much. 很棒,它是很棒的,如果能够成立的,那是很棒的 但是我建设她能够做那些事,就不怕它们好处 它就出不动了,它就会肯定会走 但是它们的编续就会出开 在某个人之间,您有帮她的鞋鱼 她會有自己的幸運,她會有很長時間 聽完斯洛東的訪問,我真的替斯洛蓮擔心 因為二國詩人都帶頭走 我看他應該怎樣都快過生命奇蹟 一放在他前面,加上蒙菜居宜 前面一二碟封住了 外檔再加上桂湖城蓋起來 這場馬真的挺難搞的